汉朝末年,兵荒马乱,他聚集撞钉数千人,共同修建防御设施来抵御贼兵入侵,当时汝南阁被贼兵万余人攻打他,他寡步敌众,战得精疲力尽,剑也用完了,下令男女都去找大使抵抗敌人,当敌兵冲上来时,他用飞时将敌人击退,于是贼兵便不敢靠近,直到梁氏用尽,他假意与贼请和,商量用牛换取食物,贼兵把牛牵走后,又自己跑了回来, 他便去镇前,拉着牛的尾巴,行走买股贼,贼兵大吃一惊,不敢再来取牛,从子怀,如,陈,杨志毅,听到他的名字都感到畏惧万分,建安二年,陶操占领外,他归顺曹操,即日败都位,建安三年,曹操征讨张秀,他为先锋,赶贼手万余,千笑位,建安五年,他跟随曹操在关渡和袁绍对峙,当时许他等人想要为他逃到, 因为他很伴随,在左右,不敢下手,一直等到他离开休息期间,徐他等怀揣利刃来见曹操,当时他在家里心神不宁,就立即回到曹操身边,徐他等入章见到他,大惊失色,他见状况不对,即刻斩杀徐他等人,事后,陶操更加信任他,出入同行,不让他离开身边,他就是许楚,建安九年, 随陶操为夜城,建立战功,自决关内侯,建安十六年,随陶操征讨韩岁,马超于同关,陶操将要入河,到了河边,让大军先行,自己和徐楚几乎失败一人断后,这时马超绿部齐万余,来截杀陶操,见识如雨,徐楚对陶操说,贼兵多,现在我们的部队已经过河,你也该走了,徐楚战杀汉凡格, 左手指着马鞍来为曹操打电,右手贴着传入河,后来,曹操也谈罪,马超等传入谈话,左右接步随行,仅待徐楚一人,马超自负其勇力决人,想要暗中偷袭曹操,但平日经常听闻徐楚的大名,怀疑随从的即是此人,于是问曹操,曹公的虎侯在哪里,曹操用手指了指徐楚,徐楚怒目视之,马超不敢动,处日后,曹军击败马超, 交战中徐楚亲自斩的敌军首席,徐楚因此次护卫作战由功,官方武卫中狼将,而因为马超问其虎头,虎吃之名从此为天杀称狼,甚至有人以为这就是徐楚的幸福。